4月份强震过后 花莲观光大受影响南韩明星棒球队 这次不为台风影响 特别来到花莲 与消防特斯多进行友谊赛交流 活动中除了请到乐田女孩 请来应援 也有专业的团队进行拍摄 并借此行销花莲 花莲韩国明星棒球公益赛 5号中午在县地棒球场 神大登场 开头除了由花莲阿勒菲斯 青年团带来充满能量的舞蹈 韩国方面则带来跆拳道团 精彩呈现武术的礼与美 4月份强震过后 花莲观光大受影响 南韩明星棒球队 这次不为台风影响 特别来到花莲 进行为期四天的运动 与文化交流 1 2 3 花莲韩兵 我们们和良好的竞技 在这一年 我们在韩国特殊队 武功叫做英雄队 所以今天我们能够跟英雄队打这场赛 也是我们非常开心 也是一个很荣幸的事情 那很不晓得是9月下旬就遇到了山土尔台风 但是也不改他们要来花莲支持花莲 宣传花莲认识花莲的一个核心思想 所以在10月2号 当天他们从韩国搭飞机到台湾 直接坐车来到花莲 我真的非常非常的感动 因为当时还是风墙舞后的时候 当时还是在八部台风路上警报的时候 中华职棒乐天女孩啦啦队也前来应援 青春的表演点燃现场气氛 让活动充满动感与文化交融 充分展现两国之间深厚的友谊与合作 而韩国方面 这次也有专业团队进行拍摄 希望带回南韩 借此行销花莲 记者许立琴华联士报导